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灵树,我是Wendy 我们这一周呢,要来进到的是我们月份运势的分析哦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啊,我们也来到了九月的运势分析 九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尊重自然,然后呢,爱护动物 以及愿意在前人留下的智慧当中来去寻找更好的方向或是机会 九特别再生命灵树啊,它也代表的是结束还有沉淀的意涵 代表就是说你需要提前为人生的下一个高峰波段做你的能量的储存哦 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开始去进行策略规划的关键时刻 所以九月份哦,将会是考验大家的决心以及验证真假的关键时间 让大家能够更坚定自己的内心,不要怠惰,持续累积能力 这样的状态下,你就会迎来人生高峰的重要时刻哦 一样我们会有三组数字,九月份的数字是999还有999 好,请大家深呼吸直觉选出在这三组数字当中你要选择的是哪一组号码 选完之后呢,请你配搭你2021年的流年去找到你的九月运势哦 来给大家一下流年算的懒人包哦 麻烦大家把2021加上你的出生的约翰日 比如来说,我是10月29号出生,那我就会是2021 1029 全部数字加起来是17,1再加7等于8,所以问题姐的流年在2021年就是8 好,大家选完了吗?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9,99还有999这三组数字分别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如果你选择的是组合数九,也就是卡牌九的话,它代表的是停止拖延牌哦 在这一波翻转还有改变的时代,其实你呢,就是身负重任的关键人物 你的一举一动呢,都牵动着大家的态度和信念 是时候呢,你要起身而行去达成你生命的目的 同时你也可以去影响你身边的人 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能量 即使只是一小步,都会在你和他人的身上有非常明显的帮助 接下来如果你选到的是99这个数字 你抽到的卡牌呢,基本上是旨意降临牌 宇宙呢,正在传递一个重要的讯息给你 只要你愿意接受并且祈求长辈或有利人士的协助 宇宙将帮助你获得你所需要的资源、团队 甚至是你已经非常清晰但是更加成的思考能力 帮助你来完成人生的使命往更高的目标前去 最后如果你选择的是999这个数字 你抽到的卡牌是毫无畏惧牌喔 站在选择路口的你呢 内心和脑中一定有充满许多的质疑和担心的声音 来到生命最重要的篇章的关键时刻 需要你好不犹豫的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迈进 同时你要相信自己拥有持续向前的能力和动力 往生命的最终目标来去努力喔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你选择的9、99或999这三组数字 对应流年1到9的话 它分别所代表的意涵 以及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选择的是9 对应到的流年数1的时候 不要用嫌弃来去掩饰你内心的不安 直求对决才能够突破困境喔 你在关系当中啊 你会很希望对方能够证明你自己的重要性 还有特别性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拿捏不好的时候 你反而会不小心误了自己的一段好姻缘 你要在这段关系当中 对自己是要有信心的 直接表达你内心的需求和渴望 并且能够减少你们之间的误会 在这样子的沟通状况下 才会避免你们在相处关系当中 会有遗憾喔 再来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 今年施配大师流年数2的话 要先确认双方的意愿 9月份会是走向稳定关系的一个好时机喔 若对方已经通过你的试验期 并且呢你自己本人也准备好 要进到一对一的这个稳定的关系的话 这个约会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双方可以交流一下观念啊 想法啊 期待 那同时你自己给对方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样子你们的关系其实很容易就会开花结果喔 如果你选到的是9 流年数是3的人 我觉得曙光展现 请你要勇敢的选择 在职场的成就和感情的顺遂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选择题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相信喔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另外一半 其实是理解和尊重你的 它不会要你在职场啊 和他之间去做一个选择 如果他有让你觉得这样子的感受 甚至直接提出这件事情 或许他就不是一个最适合你的人 如果你选招的是数字9 然后今年是流年4的话 我就要勇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让爱环绕在你的周围喔 我觉得拥有一段稳定的关系 和婚姻的前提呢 是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内心 只有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明白彼此对家人啊 甚至对朋友 还有另外一半的优先顺序 以及原因 通过这样子的分享 和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们能够避免误会 造成的猜疑和伤害 当双方的理解 能够达到共识的时候 对于你们的信任基础 会是更加的深厚的 如果你选招的是数字9 你是流年数5的人 流言蜚语啊 不断冲刺在你的身边 你要谨慎分析 并且远离是非喔 桃花韵还不错的你呢 近期会在不经意的情况底下 发现有些人的真面目 甚至是接近你的心 其实是有目的的 在这个发现的过程当中啊 想必你是非常的受伤 也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但是其实问题也想跟你说成恭喜喔 因为你的烂桃花终于要离开你了 你接下来呢 能够把你的时间 还有你的精神 放在对的人身上 如果你选招的是数字9 今年是流年6的人 用行动表达真心 才是真的在乎你的人喔 近期在你的身边啊 会出现一些 天言蜜语的高手 他们除了透过文字以外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 煽情或煽动的行为喔 来让你对身边的人 失误出现一些排斥啊 甚至厌恶的情绪 但冷静思考一下 你会发现事情 其实没有对方描述的这么严重 不要专注在只是很会讲的人 应该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观察那些行动和说话 其实是一致的真心人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 配搭的是今年流年7的话 蜕变带来崭新的机会 将遇到层级更高的好机缘呢 通过心灵沉淀的过程 你开始对自己的特质啊 善良以及真诚 多了一些想要保护跟珍惜的一些想法 因为心灵的稳定度 也让你能够散发出 让人家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 特别的平静 以及你能够散发出温柔 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气质 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状态 会帮助你吸引到更多正确且真心的人 来到你的身边 机器人也会带了好的资源 能够来去完成你的梦想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 搭配的是今年是流年8的话 看似无厘头啊 或是很奇怪的一些巧遇 很有可能那个遇到的人 就会是你今生的伴侣哦 最近呢 如果你常常会在很奇妙的地方 或是时间 甚至是一种很奇特的方式 你会固定遇到某一个人 那我要跟你说 对方有可能真的是你的证源耶 你不妨主动跟对方聊一下天啊 然后释放一些 想要进一步了解他的一些讯息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有很高的几率 他真的会是你的 Mr.或是Mr. Right 最后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 刚好搭配的是 今年的流年数9的话 要放下执念 放手是让大家更轻松的好方法 面对感情啊 许多时候无法轻易放手 除了我觉得付出很多之外 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不甘心的 但不适合的人 并不会因为你多努力 或是牺牲 就有机会换回一段 你想要的爱情或期待 最好的祝福是放手 如果一个人比两个人更好的话 请你要勇敢的放下 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紧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选择到的是数字99这一组 对你的流年1到9 他分别要提醒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选择到的是数字99 流年数1的话 要谨慎评估 切勿过于听信 小到消息 身边的朋友 近期可能会有一些股票 或是其他还不错的投资 而带来的资金收益 这样子的现象呢 也让你开始在思考说 你个人的理财规划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要有一些改变 以及你会开始思考说 我怎么样像他们一样 产生比较多的被动收入的可能性 那温姐姐要提醒你的是 千万不要求快 期待有这种所谓的 高回报率的投资的可能性 因为长远的投资 是需要有好的分析 并且呢 规划好你的金钱比例安排 这样你才能够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不会因为你想要短期套现 而被限制住 或者是有一些风险 比较不在你预期之内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 然后你搭配的是今年的流年书二的话 建议你要拉长观察的时间 等候最佳的出手时机 过去的几个月呢 其实你累积了不少 实用性和可靠性高的投资资讯 这个月开始呢 你可以运用你自己身上的部分资金 来去进行一些低风险的 投资商品的尝试 除了你可以去累积投资资源之外 你也可以再次确认就是说 你自己个人的精准度以及判断力 是不是越来越能够帮助你买到对的商品 买到对的投资标的五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9 搭配是今年流年数三的话 请你要说出内心的担忧 不要一个人承担全部的压力 长期成为大家眼中的明灯啊 或是依赖的肩膀 让你忘了自己其实也是可以说累 也是有需要暂停休息的权力和需求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点 跟职场还有生活当中 许久没有联络的一些前辈 可以跟他们打个电话 或者传个讯息 因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会获取更多的能量 以及你意想不到的资源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 然后配搭的是今年流年数四的话 最好的投资就是你自己 要为你自己搭建一个专属的舞台 变动呢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痛苦且充满压力的 但是对于选到生命数99 流年数四的你 这样子的变动呢 反而会激起你更大的能量和可能性 在一片不干好的舆论当中呢 你骨子里不放弃啊 想要证明自己的特质的欲望 会非常非常的涌现 所以你可能可以用出其不意的方式 来去完成别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务 让人刮目相看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 配搭的是今年流年数五的人 要远离是非 这样子你会积累到更多的好机缘 低调但不断增加能量的你呢 随着时间和经验累积 让你遇到困难和要选择的时候啊 拥有能够跳出框架的思维能力哦 这样子的特质呢 让你面对选择的时候呢 会非常有勇气做出正确 但可能不是主流的决定 但往往这独特的选择 会让你有意外不到的收获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9 搭配的是今年流年数六的你呢 文件且持续的努力 让你收获长辈的肯定 以及认同 你是日期有功的这种代表人物哦 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 还有实力的展现 让你和共事的厂商啊 主管啊 一扫年初对你的不信任 或者是误会 文件要跟你说声恭喜 因为你终于要跟上半年的波折 说声再见 接下来要迎来的是你的新气喜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 配搭的是流年数七的人 守得云开见月明 机会和贵人一一都要出现了 默默耕耘的你很多时候呢 都把吃苦当吃补 面对外界的质疑 更多的时候啊 是不辩解 只用成绩来替自己说话 这也让你在今年的最后的四个月 会有一些好的合作案 主动来向你伸出橄榄枝 并且表达非常非常想要跟你合作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 配搭的是流年数八 共会互利共享的合作心态呢 让你们的结盟更有力 深具智慧的你啊 非常清楚 现在的商业模式 除了决策正确 还有快速之外 要把饼做大 获得广大的市占率 也是成功的制胜关键之一 温姐建议啊 接下来的合作对象啊 一定要是愿意先跟你一起努力 有一个小的成绩 再来谈钱的人 因为这会是一个你们观念确定 以及目标确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只要态度和观念相同的 你们确定要一起合作的时候 你们将会是强强联手的组合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 搭配的是流年数9的话 不要一昧的追求主流价值 用自己的价值来定义好坏 愿意花时间研究 还有交叉比对 是你们去找到自己适合答案的方法 你们习惯在可以选择的项目当中呢 挑选能够让自己能够展现能力 并且又能够学习的任务 来去做负责一起做挑战 因为在这样子的选择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给人负责任的印象之外 你还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断抱持着学习的心情 在做这件事情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让自己比较有机会 优先获得第一手的资讯 甚至获得第一手的资讯材 最后如果你选到的数字是999这个组合 我们也要来跟你分享一下 搭配流年1到9要分别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搭配的是流年1的话 要把握机会扭转局势 近期你在手中的工作项目呢 差不多要来到收尾的阶段 仅监责心的任务也随即而来 建议你把握跟主管进行简报啊 或者是会议的机会 用分析的结果和数据呢 来替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 时间和人力 帮自己规划一个展现常差的领域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99搭配的是流年数2 团队合作的默契 更加凸显你的资源统整力哦 抱持着少一个敌人呢 就是多一个朋友的心态来跟同事 以及合作伙伴共识 这样子的状态啊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你其实是一个真的愿意分享资源 以及相互协作的一个认同者 所以呢 他们会更加的热意来去聆听你的见解 或是跟你分享不同面向的切角 以及他们可能看到的事情的担心哦 这样良善的交流呢 会让你们手头上的事情 以及你们负责的任务 有事半功倍的好效果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 然后你是流年三的人 宜人不用用人不一亚 要相信你的直觉判断 有时候呢 会因为面子或是和谐度 给不适任的人机会 但这样子的心软啊 除了让你自己需要付出双倍的时间 来去确认他的工作执行项目 以及完整度之外 别人也会觉得你用人的眼光 以及判断的决策力 并没有这么样的高分 所以问题姐建议你哦 还是要用工作的表现 来去成为你 评判这个人合不合适的依据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 搭配的是流年数四的人 经由社交生活 容易让你遇到职场跑道上的贵人 已经在业界累积不少 好口碑和好人迈的你 如果近期有想要转换跑道 甚至是希望有更多的资源 注意的需求哦 可以多跟业界 或者是非业界 但是是你长期的好友来去询问或请教 适当的释出你的一些异动的想法 这几个月你转职的几率其实蛮高的 接下来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 搭配的是流年数五的人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啊 提早布局抢得先机 近期在工作上很常会出现就插铃门一脚 有种到嘴的肉 或是到嘴的鸭子就飞了的那种感觉哦 除了事前布局都付诸流水 更多的时候啊 你会对自己产生这种懊悔 或是自我怀疑的心情 温姐要跟你说 或许现在幸运之神 可能站在对方的身边 你甚至也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但老天爷真的是公平的 最终呢 他还是会还给有实力且认真的人 一个公平的交代 你只要持续的努力 致胜终究会来到你的身边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 搭配是流年数六的人 要跳脱他人的情绪绑架 用成果来帮自己说话 在职场中呢 选择低调且经收本分完成工作的你 有时候呢 会让人家感觉非常好说话 个性善良 就有时候甚至会在你身上贴一个标签 就说啊这个就是一个好人啊 所以温迪姐建议你在工作上 要用实力来撕掉对方 贴在你身上的标签 以及你的好脾气 通过你的实力的话 就能够让别人知道说 我是选择不去跟大家计较 我选择在职场当中 成为一个好相处的人 但不代表你们可以这样子 使用我或利用我 让对方知道你这样子的 一个人格特质的时候 第一他也会不敢再利用你和欺负你 同时间你的主管也会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且高EQ的好员工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999 配搭的是留年数期的话 勇敢踏出第一步 成功就在不远处了 勇敢挣脱家庭 社会还有他人的观念束缚 他人无法做到 不代表你不行啊 勇敢的迈出第一步 只要你的心态正确 随时调整 并且留意时局 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但你这有可能变成是 凡事都可能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 搭配的是留年数8 透过实际相处的过程 收获更多的判断依据 收获资源的你 更需要理性的判断 资源的真假 还有厘清 这些话语背后的意涵 领悟力和感受力 都非常高的你啊 很容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辨识对方的真心 以及是否有欺骗你的行为 温姐建议你内心 如果有出现怀疑 或是不确定的时候 可以经过一场饭局 或是一个下午茶的过程 来帮助你自己 更加确认 这些讯息的可用度 以及真实度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999 搭配的是留年数9的话 良好的情绪管理 可以避免冲动式的决定哦 选到数字999的 因为刚好遇到今年留年9 你有四个酒的能量 这四个酒的能量啊 会让你出现一种 这个世界只有我来拯救 这个世界是非常需要我的 另外你也比较容易受到 身边的人的情绪波动的影响 让你自己做出比较情绪 甚至是不顾后果的冲动式判断 温姐觉得帮助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美德 只要能用两全其美的方法来处理 基本上能够达到皆大欢喜 所以呢要请选到999 留年9的人 不要去答应吃力不讨好的情况 因为最后有可能那些你原本想要解决 你原本想要帮助的事情 会成为你心里面的压力 或者是负能量 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九月运势的分享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跟大家的一些提醒 还有建议 让大家在九月的时候都能够为自己的事业 职场还有你的情感关系提前做准备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